大家好呀,欢迎来看敏虫 殡葬室内,男人偷偷打开母亲的棺材 再将另一具陌生的尸体放入母亲的遗体身边 最后将棺材盖上封死 怎料此时,棺材内竟传出手机铃声 男人彻底陷入慌乱 今晚,对警官建猪而言 注定是个倒霉透顶的不眠夜 母亲去世,建猪正在赶回家奔丧的路上 不想却从同事口中听闻 检察官马上要对其办公桌展开搜查 理由是涉嫌受贿 建猪心中烦闷 匆匆嘱咐同事后便挂断电话 乃承想电话刚讲完 车子忽然撞了人 建猪赶忙下车查看 对方是个中年男子 似乎已经没了呼吸 建猪正手足无措时 不远处来了辆警方的巡逻车 情急之下 建猪本能地将男子拖到路边草丛内 庆幸的是 警车中途去了小路 建猪和尸体没被发现 慌乱中 来不及思考的建猪将尸体藏入后备箱 却不料车子没开多远 又遇见酒驾临检 为避免尸体被发现 建猪爆出关闲 试图躲过一劫 临检的警察看穿建猪的不安 不仅将其拦下要求爆出身份证号 还要去车上做检查 建猪找借口试图阻拦 争执间 交警将知料倒 好在此时 无线电传来消息 确认了建猪的警察身份 交警赶忙赔礼道歉 建猪刚刚躲过疑难 同事却发来消息 其办公桌内的受贿现金及账本 被检方打了个正着 建猪顿绝闹心 妹妹频繁来电催促 母亲即将入恋 让建猪担紧过来 建猪匆匆赶往葬礼现场 母亲的遗体已经入关 建猪和入恋师一起给棺材订上木丁 不料这话 同事又一次发来坏消息 建方正赶去葬礼现场取证 搞不好还要搜车调查 想到后备箱里的尸体 建猪的心七上八下 情急之中 建猪注意到头顶上方的通风管道 管道又宽又长 足以容纳一个人的大小 且从外面笔直延伸至棺材的安置设 刹那间建猪想到了应对搜查的好办法 只见建猪先从室外打开管道防护窗 再将一只能电动扭控的玩具扔入管道内 后向入恋师谎称想和母亲单独待一会儿 最后用买来的一堆气球刻意挡住上方的监控 准备就绪后建猪锁上门 打开内侧的管道窗 再用手中的遥控器操控 是才被扔进去的玩具 短暂的不安后 玩具顺利移动 趁此时机 建猪赶紧拔掉母亲棺材上的木钉 再掀开棺材盖 就等玩具将绑好的尸体带出管道 没想到玩具每一动几步 就会发出电动枪声 声音继而引起入恋师的注意 听闻有人打算进入查看情况 建猪抓紧速度 用母亲棺材内的十字架 掏出管道内的玩具 再拼了命地拉扯被线绑住的尸体 好不容易将尸体拖出管道 最后再藏入母亲的棺材内 紧跟着 建猪脱下皮鞋 将木钉一个接一个砸回去 再将管道窗重新嵌回 另一切像是恢复原状 做完一切 建猪已经筋疲力尽 怎料此时 棺材内竟传出手机铃声 而此刻走廊上 入恋师的脚步声愈发逼近 建猪实在没辙 只能哀求过世的母亲保佑 神奇的是 母亲像是听见儿子的祈求 铃声顺利停了下来 几乎同一时间 入恋师推门而入 而眼前 建猪正端坐在母亲的棺材前 似是一脸悲伤 入恋师没有察觉出任何异常 建猪也淡定 取走遮挡监控的气球 一切都进行的神不知鬼不觉 刺着母亲的遗体被运往山上下葬 在母亲的坟前 建猪一个劲地哭着道歉 几天后 建猪得到消息 在上级和同事的帮助下 建方紧紧扣下其抽屉内的收贿现金 却并未深究罪行 总算有件顺心的事 此刻 建猪瞄准前方停靠的一辆警车 紧跟着一脚油门 直冲警车撞去 撞警车不是重点 建猪的目的是 借此掩盖车身上 营照式撞死男子造成的痕迹 此后 建猪堂而皇之 给车换了钱盖 本以为车祸之事 能悄无声息地被抹去 直到一日 建猪接到追查 某位杀人犯的命令 一看 被追击的嫌犯不是别人 正是被自己撞死的男子 这下建猪刚刚平复的心又慌了 从同事口中 建猪得知 嫌犯是娱乐行业的某位社长 曾杀害多名竞争对手 建猪和同事奉命来到嫌犯的老巢 同事找人时 建猪的注意力被一条狗吸引 车祸当晚 这只狗曾出现在现场 顺着小狗的路线 建猪来到附近勘察 仔细看后才发现 原来眼前的道路 竟然就是当晚自己出车祸的地点 正想是一位交警来到现场调查 交警告诉建猪 车祸肇事当晚 有目击者报案 闻言建猪更加慌乱 更令建猪措手不及的是 车祸现场居然有监控 或许是运气好 监控的画质很糟糕 屏幕上根本什么都看不清 建猪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和建猪交好的同事 看出线索 同事注意到监控画面上 有辆车不同寻常地踩了刹车 同事判断 这辆车便是肇事车辆 大大咧咧的同事还当场说道 和建猪的车型一模一样 幸运的是 因为画质缘故 车牌号只能勉强看清第一位数 建猪悬着的心 这才稍微放下 怎料自认 建猪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对方称自己目击到了 被建猪肇事致死的嫌犯 一开始 建猪还以为对方是在恶作剧 可那人截二连三打来电话 不仅清楚建猪的车型 就连建猪将嫌犯埋在了山上的秘密 都一清二楚 建猪彻底慌乱 并在接电话过程中不时观察周围 果然前方不远处的电话亭内 有人在鬼鬼祟祟地打电话 建猪正要冲上去 那人却抢先一步坐上出租车 建猪一个剑步钻入车内追了上去 前方是绿灯 那人却像是戏耍式的故意不走 甚至答应司机停疫苗给一万块钱 建猪不敢轻举妄动 那人却无所顾忌地从窗口晒出手机 手机里是给建猪发来的嘲笑短信 建猪看后静止走下车狂奔而来 那人却又一次抢先一步 命司机将车开走 建猪再次扑了个空 同事通知建猪 他们打算去埋藏建猪母亲的山上看看 阴嫌犯的手机定位出现在了该处 建猪为自己没能从棺材内取出手机而懊恼 此时神秘的知情人再度来电 这次冷静下来的建猪开始反问 并从对方的回答中得知 那人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埋尸的经过 更不知嫌犯的具体位置 对方没有证据 建猪转而有恃无恐 嚷嚷着让这家伙尽管报案 就在当天 一名男子闯入警局 当着众人的面给了建猪一拳 后又谎称自己认错了人 建猪却猜到 这家伙便是打电话来的神秘知情人 建猪震惊地发现 老朴居然和自己一样 也是位警察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笼罩着建猪 跟着老朴 建猪来到卫生间直言相问 想知道对方的目的 老朴也不掩饰 让建猪将嫌犯的尸体带给自己 其余的别多问 建猪不甘被操控 竟只对老朴拳脚相向 不想老朴更狠 用蛮力将建猪摁进马桶内戏弄 要求其今晚将嫌犯的尸体 准备好交给自己 北逼无奈 建猪只能偷偷来到山上 掘开母亲的坟墓后 将嫌犯的尸体搬了出来 但同时建猪不傻 老朴如此费心想要一具尸体 说明嫌犯的身上 可能藏有某样至关重要的东西 搜查时 建猪看到 嫌犯身上居然有枪击留下的弹孔痕迹 建猪怀疑 或许嫌犯是被枪击所杀 真要如此 自己就是做了替罪羔羊 为查明真相 建猪找出嫌犯的手机 并在其老巢冲上电 果然很快 有人打来电话 建猪查出 这人是嫌犯同乡的后辈 在同事的帮助下 建猪一路追踪 将其抓住 后通过威胁 令这人说出嫌犯和老朴的关系 原来老朴曾任职于特殊药品 鸡查科 并在每次调查后 将收缴的药品调包 再找人重新制作贩卖 用赚来的钱 经营舞厅和酒吧等娱乐场所 嫌犯便是和老朴 有过合作的黑帮之一 但在某次签约前 嫌犯将老朴的钱和药品 全数卷走逃跑 老朴要找的是一把 能打开金库的钥匙 据说也在嫌犯身上 探知内情后 建猪再度来到山上 一番搜寻后 成功从嫌犯身上找到钥匙 不想此时 和建猪关系最好的同事 忽然出现将其铐上 就在今天 同事发现建猪的交通违规罚单 注意到建猪的车 和此前肇事的车辆完全相同 同事怀疑建猪肇事埋尸 建猪无力解释 不料同事却出于私交给建猪打开了手铐 甚至撕毁交通罚单 建猪打算将真相和盘拖出 老朴却再次来了电话 还让建猪到车外说话 建猪没有起疑 怎知请客间 一只巨大的集装箱坠落 将车内的同事压死 建猪几乎崩溃 老朴却无所顾忌 勒令建猪明早将嫌犯的尸体交给自己 建猪不愿再被威胁 扬言会去自首 起到电话那头 竟传出妹妹和女儿的声音 意识到老朴去了自己家 建猪一路驱车狂奔赶回家中 好在老朴手下留情 没有伤害女儿 建猪却并未就此放心 他明白 要想不被威胁 守护家人 唯有将老朴除掉 为此建猪安排妹妹带着女儿去外地 自己则来到警局装备处领取子弹 并趁人不备偷走炸药 见面当日 建猪在弹夹中装满子弹 再将炸弹藏入后备箱的尸体内 而启动炸弹的按钮 便是车钥匙 见面后 按老朴的吩咐 建猪将尸体放入老朴的后备箱 老朴却趁机搜身 继而搜出建猪身上的枪和车钥匙 最后用探测器做了确认 发现尸身对探测有反应 认定金库钥匙就在尸体身上 但其实在被同事靠上时 金库钥匙被建猪不慎落在了山上 此刻是身内的不是钥匙 而是炸弹 老朴自以为验货无误 建猪转身离开 并偷偷按下车钥匙启动炸弹 没成想 老朴竟食言而肥 居然拿枪指着建猪 建猪早有准备 被老朴搜出的枪里 装的是空包弹 建猪还扬言 若是老朴现在杀了自己 曝光其罪行的邮件 将定时发送到警局的邮箱 为掌握主动权 建猪甚至壮着胆子 将老朴的枪口对准自己 老朴被唬住 最终放过建猪并驱车离开 然而片刻后 被建猪藏在尸体内的炸弹爆炸 老朴连人带车 在爆炸中滚落河中 建猪冲上去 给枪装上石弹 试图给老朴致命一击 怎料车辆已经坠入河底 老朴也被河水淹没 建猪见状匆匆逃离现场 没了老朴 建猪的生活恢复如初 可某天建猪正要出门 受伤的老朴却迎面闯入 原来靠着潜水的功夫 老朴居然大难不死 成功逃脱 面对建猪 老朴的拳头 劈头盖脸般的袭来 建猪不敌 被压在书架下时 建猪注意到架下了一把枪 可惜试图取枪的举动 被老朴发现 二人又是一顿撕咬 建猪趁乱躲入房间 用床底住房门 老朴却凶狠完汗 静止破坏木门 试图拧开门把手 建猪也毫不示弱 用领带将老朴的手 死死系在挂钩上 老朴被束缚开不了门 建猪迅速攀爬外延的窗户 最终涉嫌从卧室来到客厅 客厅内建猪正要捡起枪 袭击老朴 老朴却已然挣脱保护 继而与建猪发了风般的扭打 生死关头 二人如同野兽般缠斗 各自抢夺架下的枪支 冲突间 两位黑警几乎同时扣下扳机 幸运女神再度眷顾了建猪 被枪击中的是老朴 老朴当场死亡 紧随其后 警方打捞起装有嫌犯尸体的车辆 老朴的罪行随之曝光 建猪也因此收到审讯 建猪太过走运 新任的警察总长刚刚上任 上级为了不将事情闹大 决心不对建猪做惩罚 事件落幕后 建猪选择辞职 后将母亲的坟墓重新做了整修 那日 女儿随手在奶奶的坟前 找了些物件玩耍 建猪一看 居然是嫌犯藏匿的金库钥匙 带着这把钥匙 建猪来找某个黑帮 打算以钥匙为凭证 取走金库内的钱 建对方只拿了个手提包来装钱 钥匙成功开启金库 建猪一看立刻傻了眼 金库内的现金堆积如山 恐怕他这辈子都花不完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按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 米虫观影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